不看你的脸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也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忘了我是谁 李敖 宇妙天下 我手里拿着一本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的小书 这么小 大家看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Danny Boy D-A-N-N-Y-B-O-Y 这里面是用图片来配一首诗 一个名歌 这个名歌的名字就叫做Danny Boy 中文翻译叫做丹尼男孩 这个里面有很多这个 很多图片 就爱尔兰的风光 然后这个诗 在前面 这么一本书 前面英文 后面是法文的 这么一本 可爱的小书 Danny Boy 是十八世纪 爱尔兰 很有名的一个名歌 他主要的故事呢 是说 一个老头子啊 他死了 埋在坟里 在坟里 我现在埋在坟里了 我跟你讲话 有一天你会作战回来 请你找我找我找到我的坟 是这么一个骨架 因为他的情节跟他的歌词太感人了 所以大家就把它转移成 爱情方面的 如果死的是男朋友 寄予他在远方的女朋友 或者反过来说 如果这个死的是女朋友 寄予他远方的情人 也是个很好的歌 所以呢 Danny Boy 这个歌 就转成了情歌 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 现在二十一世纪 各路名家 都要唱 并且都会唱这个歌 可是要唱这个歌 需要个人的技巧 每个人的技巧都不一样 就好像中国人 会想毛病字啊 张三李四 都要写千字文 千字文的特色 就是有一千个中国字啊 它都不一样的 你每个字都写得很好 才是专家 每个人都会唱 Danny Boy这个歌 唱的各有千秋 才算你的本领啊 问题是Danny Boy这个歌 到了中国 怎么处理的 一般我们看到 卖CD唱片的时候 有人把它翻成中文 在李敖大师的眼里 那个翻的不够好 我举个例子 给你们看 这是Danny Boy的 英文的原文 原文啊 现在我给看 大家翻成这个 这个 一般翻的中文 他说 哦 Danny男孩 笛声正在呼唤你 响遍山谷和尊岭 夏日已去 而玫瑰已雕 我的等待 都是为了你 不管你在下 住草上的时候 不管你在 下住草上时回来 或是在山谷寂静 白雪矮矮的冬日 我都会在日中 树荫中等你 啊 Danny男孩 Danny男孩 我如此爱你 若你回来 而花朵已雕 我身边 我身也是 人生苦短 你会寻到 我躺卧的所在 跪在墓前 为我祈祷 啊 最后一段 墓中我会听到 你在坟上的脚步声 在地底 我也会感到温暖 甜蜜 因你会弯下身 告诉我 你爱我 我会睡去 等着你来会我 我看了这个翻译啊 总觉得他翻译的不好 怎么办呢 我来翻译 把他翻译好 这个古家 跟他说过了 是他情人 死了 躺在坟里 死者有之 等到他情人 来找他 走在他的坟上面 啊 然后 他觉得死的 很安静 很快乐 因为 情人 终于回来 请大家看 我聊的翻译啊 Danny Boy 当风笛呼唤 雍谷成牌 当夏日已尽 玫瑰难怀 你 你天涯援隐 而我 我在此长埋 当草原尽下 当雪地全白 任晴空万里 任四处阴霾 哦 Danny Boy 我如此爱你 等你徘徊 哦 说你爱我 你将前来 众逝者如斯 死者出财 谢黄天后土 在荒坟种上 请把我找到找到 寻我一孩 请大家注意我这个翻译啊 第一 它的特色 压运压得非常好 大家看没有啊 排 怀 埋 然后白 埋 怀 来 财 海 压运压 压运压得很准 你看他那刚才给你念的 他不能不能压运的 我认为不能压运的话呢 他的中文的掌握不够好啊 大家看 再念一遍我的 我的翻译啊 哦 Danny Boy 当风笛呼唤 幽谷成牌 当夏日已尽 玫瑰难怀 你 你天涯援隐 而我 我在此长埋 当草原尽下 当雪地全白 任晴空万里 任四处阴霾 Danny Boy 我如此爱你 等你徘徊 说你爱我 你将前来 众逝者如斯 死者出财 谢皇天后土 在荒焚种上 请把我找到 找到 寻我一海 所以看英文的部分 这部分你可以看到 你看没有 他说现在 你看 你可以来 你会来 You come and find 找到 一个地方 我躺在那里 的地方 然后你跪下来 并且你 跪下来 并且说 说什么呢 说 安阿卫 就是喊圣母 喊圣母 就是 我李奥翻译出来 皇天后土 就是 他就被他呼唤圣母 圣母马利 然后你会找到我 当我最早翻译 这个歌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 第四段 这个歌 还有第四段 这第四段 就是说 他真的到了 找到你 这个死人的 这个坟了 然后呢 他在坟上面 走来走去 死的人在里面 觉得 躺在底下 觉得 我的情人在上面 走来走去 你带给我温暖 我死得 很平静 我们看 刚才 我所列举的 那个市场上 一般的翻译 他说 目中我会听到 你在坟上的脚步声 在地底 我也会感到温暖 甜蜜 因你会弯下身 告诉我 你爱我 我会睡去 等着你来会我 大家看 我李奥怎么翻 既令你足音轻轻 在我上面 整个我 孤焚感应 甜蜜温暖 你俯身向前 诉说情爱 我将死于安乐 直到与你同在 我再念一遍啊 既令你足音轻轻 在我上面 整个我孤焚感应 甜蜜温暖 你俯身向前 诉说情爱 我将死于安乐 直到与你同在 大家看英文这一部分 看英文的部分 是吧 我就要听到 I should hear 我就要听到 你的脚步的声音 在我 在我坟上面的脚步的 轻轻的脚步的声音 我的整个的坟 All my grief 我整个的坟 会觉得温暖 觉得甜蜜 然后你会弯下腰来 告诉我 tear me that you love me 你爱我 我怎么样 I shall sleep 我像长眠 in peace 就是很安静的 很和平 很那个 死于安乐 you come to me 你也会来 所以我翻成 我将死于安乐 直到与你同在 请注意 这死于安乐 是梦子里面的典故 可是原文是相反的意思 说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我把这个正面的意思 用来 就是我在死于安乐 直到与你同在 我必须跟大家说 什么是好的中文 一笔就知道了 李大师手下的中文 是好的中文 这首丹尼波埃 从十八世纪 到了二十一世纪 其间经过各路名家的 唱 拼命的唱他 可是没有人 没有人用他的情节 做一部分小说的一部分 我写了一部小说 叫做上山上山爱 这本小说 一部分情节 万恶的国民党政府 给抓走了 从此两个人就分开了 三十年以后 万杰先生也出狱了 白色恐怖 也减低了 有大学请万杰先生演讲 在这个大学里面 他们的学术股的鼓掌 一个女孩子 来请万杰先生 讲演 万杰先生一看到这个女孩子 就感到好 似曾相识 这个女孩子 太像太像 太像他 三十年前的 女朋友了 可是 可是比他 那个女朋友 高一点点 演讲以后七个月 这个女孩子 偶然经过 万杰先生 住在阳明山的地点 敲门 说 他在阳明山 有一件私人的事情 来得太早了 顺便来看看 万杰先生 万杰先生就跟这个女孩子 一起吃饭 吃完午餐以后呢 他就问这个女孩子 你去哪里 女孩子说 我要到山上 阳明山上 去找一块石碑 那个石碑上面 有我的名字 我叫陈碧君 有我的名字 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的妈妈 埋在了阳明山的公墓 所以石碑上面 他女儿的 独生的女儿 立了一块石碑 就是 刻在他的名字 所以表面上看 是立个石碑 骨子里面呢 就是阳明山上 有一个坟 就是他妈妈的坟 整个的过程 是这么个过程 然后万杰先生说 那我陪你一起去好了 两个人一起去了 就要走啊走啊走啊 杨明山的公墓很大 很多坟在里面 有泼好多坟 结果到了坟上以后呢 万杰先生愣住了 原来死的就是他 三十年前 在白色恐怖 恐怖之下 生分的 生离死别 活生生的分开的女朋友 一般男女分开呢 都是情变 感情的变化 可这个不是 是两个人感情 那么好的时候 被白色恐怖 把他拆开了 可是他不能说破 我就是你妈妈的 以前的男朋友 他不能说破 然后又下雨了 这个女孩子下不了山 两个人呢 又回到了 这个万杰先生的 杨明山的住家 夜里呢 也在这里 就是睡在他家里 三十年前 他的母亲二十岁生日的时候 正好在 万杰先生家里过夜 三十年后 他的女儿 十九岁生日这一天 正好在杨明山 被大雨挡住了 回不下 下不了山 也就睡在了 万杰先生的家里 前后相差三十年 同一张床 同一个男人 可是床上呢 是一对母女 可是某母女并不知道 因为 据这个女孩子说 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呢 因为难缠 他母亲没看到他 就死掉了 所以 他的生 就是母亲的死 同一个事件 可是这个真相 只有这个男的知道 万杰先生知道 这就是 我这本书的故事 我在上一次节目里面 把这个故事讲了一下 讲的比较详细 现在呢 我要把这个书的内容 漏几段 给大家看 看看我的文字上的 这个技巧 一个重要的关键 就是 在白色恐怖 万杰先生 跟这个 小柔 就是他女朋友 他们同居六天以后 分开的时候 小柔留他一封信 给他 这封信 是坐牢十年以后 回来 才看到的 这封信里面 有很多的故事 故事 什么故事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 有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 这个情节会出现 什么情节呢 就是 毫不说 在西方的 著作里面 看到情人 两个人感情好 这个男的 就发现一个文字 盯着这个女孩子 然后这个男的说 我希望这个文字 也盯我 盯了你以后 也盯我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吸掉你的血腫 你的血液 在他文字身体里面 同时盯我 也把我的血液 也吸走 我的情人 跟我的血液 可以在文字的身体里面 融合在一起 可以有这种想象力 西方的文学家 有这种的想象力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同样的 中国的文学家 陶渊明 他又说 我愿意我是 女人身上的一部分 比如说 我愿意我是他那个围巾 我愿意我是他 我是他胸前挂的那个项链 用现代语言 可能说 我愿意是他 变成他的胸罩 这样子呢 我就可以跟着女孩子 永远的接近 可是西方的文学家 也有这种说法 可见中国的文学家 跟西方的文学家 在描写男女情爱的部分 有很多是 不谋如何的相通之处 这个小说里面 有的时候 用一些典故 一些故事 会把这种有趣的现象 有趣的文学作品 很技巧的 融进了这本书里面 这也就是说 当你大家 你看到了 聊在做节目的时候 你看到我是一个 在声光画电底下 这个说话的一个人 可是你很难接触到 我聊这种很细腻的 文字方面的表达方法 很难的看到 什么原因呢 因为电视画面里面 不适合用文字出现 可是你看不到 我的文字表达出来的我 是非常的遗憾 非常的遗憾 因为那个 那个用文字表达的聊 才是最细腻的 最精致的聊 你看到我讲话 在我聊看起来 太粗糙了 这个讲话不好 可是文字部分 就变得很细腻 我建议大家 能够看到我这本书 虽然这本书 在台湾 很多版本 在香港有版本 在中国大陆 不能出版 可是中国大陆 有不止一种两种的 以上的倒映本 什么原因呢 因为它很好看 只可惜 我这本书 无法正式 在中国大陆出版 也许你们有机会 能够看到它的原文 那是你们的 一个大开眼界的幸福 李敖与庙天下 刚才我跟大家说 你们在电视里面 看到的李敖 只是一个 能说善道的李敖 虽然是庙与天下 可是 在庙与庙之外 还有一个 文字上的技巧 你们看不到 我所以向大家 推荐这本书 就是可以看到 我在文字上的技巧 譬如说 在这本 上山上山爱的 小说里面 最后 男主角 万杰先生 被 国民党的特务 在夜里八点钟 抓走了 这个女孩子 最后离开了 他们同居六天的 这个家 十年以后 万杰先生坐牢出来 整理东西的时候 发现这个女孩子 留给她的一封信 这封信 收在这本书里面 请注意啊 是我写的 是用一个女孩子口气 写的这封信 大家看我 这封信的最后的几句 大家看 看看文字技巧 大家看 大家看 我替这个女孩子 写的这封信 最后 他写 他说万杰 男主角的 名字叫万杰 万杰不负的万杰 万杰亲爱的亲人 最后 一段话 那刻画 悲惨世界的作者 反抗暴政 自我放诸到小岛 说自由回来时 他将回来 有一天 你会使小岛 自由回来 你也会回来 回到山上 但是 我恐怕 不再回来 眼前的我 虽然可以 随时在山上 不过 山上没有你 只是漫长的冬季 夕阳随美 毕竟不是一个人的 亲爱的情人 最美好的夕阳 已同你看过 还要我带你看吗 对下山的情人而言 他无心 留恋夕阳 在山路的下坡里 他自己 就是夕阳 请注意啊 这是文字的技巧 因为在对话里面 有一个伏笔 就是 这个男主角 给这个女孩子说 男女关系 也是爬山的关系 永远向上爬的时候 是永远走向高潮 可是最后 要分开的时候 要下山 下山呢 不要一起下山 下山是各下各的山 所以 有这个伏笔 还有这个文章 大家看到没有 是吧 然后 那男主角就说 我坐牢的时候 咱们一起看西洋 好漂亮 他跟他说 我坐牢以后呢 请你替我看西洋 带我也看 因为我看不到西洋 房间是密闭的 所以文章就这样出现了 大家看到没有 山上没有你 只是漫长的冬季 西洋随美 毕竟不是一个人的 亲爱的情人 最美好的西洋 已同你看过 还要我带看吗 对下山的情人而言 他无心留恋西洋 在山路的下坡里 他自己就是西洋 大家看 这是现在的情书 现在人写不出来的 再看 陪伴你 虽然短短六天 但至少透支了我 六年的青春岁月 我全部的青春岁月 占尽并且折尽 我一生的福分与情缘 和你在一起 在你怀里 在你身上 在你身下 有着太多的欢笑 有欢笑眼泪 有智慧 有生命 有自然 有潇洒 有纵浪大化 有欲仙欲死 有真正男人的活力 汗水和喘息 最后 有永恒和永恒的怀念 和你传染给我的 掉书袋的坏习惯 亲爱的情人 让我也掉一次 好吗 他就引了一段 卡莱尔的诗 这个里面有很多技巧 当然人家说你是黄色小说 因为看了这段话 什么 在你怀里 在你身上 在你身下 这什么意思 这表示很多姿势出现了 同样的就是 然后这个男的 有真正男的活力 汗水和喘息 为什么喘息呢 只有一种高潮情况下 才会喘息 所以文字里面技巧 可以看出来 这是很含蓄的写法 把他当成黄色小说 我觉得太小看他了 所以最后 大家再看这一段 辽宅里面有一个故事 叫荷花三娘子 一个女鬼跟男的同居 同居一年以后 女鬼说我要离开了 因为老天爷规定 我们两人的情缘 就是一年 男的舍不得让他走 荷花三娘子说 你实在想我 你拿我的内衣 抱住我的内衣 你喊我的名字 我会出现 我会陪你上床 让你满足 可是我不可以跟你讲话了 果然这男就试验 喊他名字 结果荷花三娘子 女鬼啊 欺然出现 然后陪他做爱 然后离开 有这个故事 所以这段话是这样讲的 然后看到没有 我是多么愿望 我是那辽宅中的女鬼 分手以后 每当情人 抱他的衣服 叫他名字 他就依稀出现 亲爱的情人 要我就尽快的幻想吧 一如六天来 你想做的一切 我最喜欢看你 灌注迷茫 在那一下那 你是那样的本色相请 那么重要 那那全部的真 没有任何的保留 要我 要着我 需要我 从情耳到请树 从请信到请柱 我是那么唯一 那么重要 那么使你快乐 我也因你快乐而快乐 我满足也骄傲 因为只有我 才能 慰劳你的过去 变成一枚勋章 挂在你身上 只有我 才能陪伴你的 现在和未来 不断地派出 盯过我的蚊子 飞向遥远的地方 落在你身上 这刚才我讲过 那个典故 蚊子盯着你 盯我 我们的血液 在蚊子里面 融合在一起 最后这段话 就是 亲爱的情人 回来的时候 要记得 我们的哲学 还可以增加到这里 应该 传给征定 那就是 心物合一 物不在心外 心不在物外 一切都在物内 在心底 亲爱的情人 信写到这里 应该已尽尾声 是神伤 是梦醒 是再会 还是永绝 万杰啊 你和我 同样不小 大家注意啊 这种中文 是梁的中文 最后我再念一段 给大家看啊 亲爱的情人 信写到这里 应该已尽尾声 是神伤 是梦醒 是再会 还是永绝 万杰啊 你和我 同样不小 文章是这样写的 现在人写不好 写不了这么好的情书 可是 问题在 这个小说最后 这个 万杰先生 陪 死掉的情人女儿 到山上 看到 老情人的坟的时候 最后 雨要下 大雨要下来了 女儿走在前面 万杰先生 跟他后面走 他回头看这个坟 讲了一段话 南南自语 什么话 就是 最后 他离开了这个坟 回头 他心里面 讲了一段话 他说 永别了 小柔 永别了 要我再来看你吗 会不会再来看你 小柔啊 你和我 同样不小 可是现在 我似乎 晓得了 信里面说 你跟我 同样不小 对不对 是神伤 是梦醒 是 再会 还是永绝 万杰啊 你跟我同样不小 现在呢 当他回头 看了他 死去的女朋友的坟 临走的时候 他说 我会再来看你吗 会不会再来看你 小柔啊 你和我 同样不小 为什么 他没有把握的说 我再来看你 我会再来看你 杨明山 是我住的地方 是你长眠的地方 我可以再来看你 可是为什么不说 我会再来看你 我不知道 我会不会再来看你 因为答案 在另外一段 李敖 宇妙天下 什么是生 什么是死 什么是存 什么是亡 对智者说起来 有他不同的角度 元朝 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叫做元昊问 就是元一山 元一山 他有两句诗诗说 胭脂 元上种 不有当年屋 你怎么知道 草原上面那个坟 坟里面 没有当年的我 茫茫茫一片的草原里面 茫茫一片的坟地里面 你怎么知道 那里面没有一个你 死在里面 当年的你曾经死在里面 就是一个 很负责理的 一个玄虚的 很玄虚的一个命题 为什么我不再 回来看你 同住在杨明山 我住在杨明山 你埋在杨明山 我从你的坟旁边走下去 我回头看你的坟 我再来 要不要再来看你 你跟我同样不小 我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另外一个 哲学的情况会出现 就是 我可能跟你 一起 死在里面 大家看我的文章 有朝 既重来 若亡而实在 有朝 既重来 若亡而实在 如今历史 仿佛 在重来着 前尘 往事 都一再重来着 但重来的 不是 智义小说中的 幽魂 也不是 景不喜 就影 影不喜 哲学中的 投影 不是这个 也不是那个 而是比 幽魂和 投影 更真实的 更具体的 更温暖的 精灵 到我眼前 到我房间 到我怀里 冥冥之中 无言之中 又我进入 古典的 乱伦世界 什么意思啊 这女孩子死了 可是30年以后 她女儿出现了 怎么解读 这个现象 如果死者有灵 她会知道 你是我的情人 你会 喜欢别的女人 与其你喜欢别的女人 不如喜欢 我的女儿 如果有这种 人为的安排的话 死者有这种 愿望的话 她宁愿说 你要上床 你跟我女儿上床 可能是这样一个目的啊 其实实到不是呢 最后我说啊 到我眼前 到我房间 到我怀里 冥冥之中 无言之中 又我走进 古希腊的 乱伦世界 就是说 怎么知道 这个不是死者的安排 怎么知道不是 大家看 也许 我根本错怪了 巧楼 死掉的情人 我错怪她 想想古诗人 袁一山 想想她呢 看到一片荒焚的诗句 胭脂 原上种 不有当年无 这无疑是说 在荒焚之中 可能有一个死者 就是诗人自己 也许 根本不是 我生命的一部分 以随情人消亡 正好相反 在死去的情人眼中 消亡的我 是全部 我全部跟他一起死了 黑色大理石板下的 那坟 坟下面的 不是孤单的 小楼自己 还有一个死掉的我 深情的 永远的 相依在他身旁 所以 如果我的假设成 在死者的心里面 你没有死 当我到你坟上面 走来走去的时候 你觉得我回来了 丹尼伯爱的情节出现了 看到没有 丹尼伯爱情节出现了 既定你读音轻轻 在我上面 整个我孤焚感应 甜蜜温暖 你俯身向前 诉说情爱 我将死于安乐 直到与你同在 死者有知 他觉得男朋友没有离开 男朋友跟他 一起在坟里 所以 这个小说写到后来啊 非常的 玄学的意味出现了 看到没有 正相反的 在死去的情人眼中 消亡的我 是全部 全部跟他死了 黑色的大理石板下 都是孤单的小楼自己 很有一个 死掉的我 深情的 永远的 依偎在他身边 大家知道 我的小说写到什么水准了吗 写到一个 完全是个玄学的水准 就是 死者有知 丹尼伯爱情节出现了 丹尼伯爱在 十八世纪 爱尔兰情歌底下 只是说到了 你在我坟上面走来走去 可是我进一步的 诠释 这个丹尼伯爱的 这个名歌 当猫王 唱丹尼伯爱的时候 他用他的唱法 他的诠释不同 跟 唐勿琼斯 唱这个 丹尼伯爱唱法 不一样 个人用他的语言 做不同的诠释 可是李敖 注意李敖 李敖用到 爱尔兰的名歌 他不用唱腔来表达 他用文字来诠释它 用一个故事来诠释它 变成了丹尼伯爱的歌 跟我的小说 混在一起 然后呢 我又发挥出来 丹尼伯爱的歌里面的 这个史料的情人 他所能够隐含的 一个意思 隐含的什么意思啊 隐含的 我就是我女儿 我不愿意我的情人 跟别的女人睡觉 我愿意你乱伦 你搞我 你搞我女儿 这是个很荒谬的设定 可是事实上 在文字技巧里面 这是个很奇怪的设定 这小说里面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我同时 像侦探小说一样 我做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设定 大家奇怪吧 你可以把小说 写到这样子 一个水准 第一个设定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从另一个角度看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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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君 就是她的女儿 知道了真相 她会有点高兴 高兴 她所想象的 她母亲另外有个情人 果然成真 看到没有 也许 然后呢 也许 也许 她的女儿会认为 母亲与情人的 未了情缘 未了情缘 在生前被扼杀 被终绝以后 那铲鱼的部分 竟由女儿 密间给连续取来 也许 她的女儿 会冥想 母亲 有意安排 要她女儿 带她 场里 宿约 跟情人的 海誓山盟 也许 她的女儿 会体会到 她的母亲 可能觉得 她的情人 老了 没人照顾她 派她女儿出来 照顾她的情人 也许 她的女儿 会觉得 与其 情人 跟别的女人 在一起 不如跟自己的 女儿在一起 也许 也会设想 母亲 希望女儿 和她自己 一样幸运 碰到这样子 不适出的男人 我们有多少个设定 在幽冥之中 放进小说里面 使小说的张力 变大 充满了张力 这才是 文学作品 英国的 文学家 贺旭丽说 文学作品里面 最难的是 找到一个好的故事 大家 请看 上山 上山爱 它是一个 非常 离奇的故事 这个故事 这个构想 这个编剧 这个编剧 这个起承转合 这个高潮 这个反高潮 都不是一般人 写得出来的 能够写 上山 上山 上山爱的 这个人 就在你们 眼前 李敖 宇妙 天下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 从庄子到烈子 都提出来一个观念 叫做影不喜 这个影子是不动的 观念是说 一个飞鸟飞过去的时候 你以为影子在动 跟着鸟在动 影子是不动的 为什么不动 现在我们 看到电影片 我们才知道 为什么它不动 电影片分多少格子 这格子走起来 从16格到24格 走动了 时候 电影才出来 如果 电影机 放映机 不放映的时候 每一个单独的镜头 都是固定的 所以说 这影子分析开了以后 这鸟的影子 每一个单独的影子 是固定的 是不动的 这是中国哲学里面 一个微妙的说法 同样的 我们的记忆力 我们的爱情 我们对人的怀念 它动不动 可以说 它是不动的 书里面说 动不动的 就叫 影不喜 这个景不喜 这个景就是影子 影不喜 景不喜就是说 当你知觉到 影子在那儿 并没有移走 影子就存在那儿 没有移走 你的感觉 最重要 感觉知道了 它就存在 胡是写过一首诗 蛮好的一首诗 我给大家念给大家听 叫做 飞鸟过江来 投影在江水 鸟是水长流 此影何尝喜 风过静平湖 湖面生青咒 湖庚静平时 毕竟难如旧 为他起一念 十年终不改 有朝即重来 若亡而实在 你以为这个事情过去了 它没有过去 它出现了 在我这小说里面 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不是普通的出现 它一个情人不见了 可是三十年以后 它的女儿出现了 但它的妈妈 二十岁生日那天 晚上 不肯一个人睡觉 站在男朋友的沙发面前 要跟他一起睡的时候 同样的场景 在三十年后 它的十九岁女儿 生日的时候 又站在同一个男人的 沙发面前 也不要一个人睡觉 大家知道吗 这不是这个简单的 哲学上面的 影不喜的故事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 哲理上面的禅书 它是活成听的一个小说 这个小说 把这个一个哲理 把它说出来了 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 我再念一遍 给大家听 飞鸟过江来 投影在江水 鸟是水长流 此影何堂喜 鸟飞走了 鸟的影子还在水里面 风过静平湖 像静子一样平在那湖水 湖面生青咒 风吹咒一湖水 湖庚静平时 毕静难如旧 为什么呢 我们还有一个水咒的局面 曾经在这湖面游过 现在湖水静了 可是那个咒的影子 风吹过它 还在 为它起一念 十年终不改 有朝即重来 我一叫它 它就出现了 像荷花三娘子一样 我一拿你的内衣 喊你的名字 你就出现了 有朝即重来 卧王看起来没有了 失掉了 可是身上 他在那里 上山上山爱的故事 给我们 重新 对爱情做定位 你以为 在白色恐怖时代 乱世情殃 分开了 可是 你想不到 白色恐怖 阻挡不了一种爱情 这个爱情 其实因为 一个当事人死掉了 可是 在三十年后 由于 阴错阳差 在你看不见 想不到的时候 在你看不见 想不到的地方 女主角的女主角的女儿 会阴错阳差的出现 一阵大雨 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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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 男主角的家里 重新 跟男主角 救梦 救梦重温了 她妈妈 跟她做的 一些事情 有没有做这些事情 我书里面 最后没有交代 只是说 他们可能有一个 希腊式的乱伦的故事 可是乱伦又怎么样 大家看过 美国那个毕业生 一个部电影吗 它本身 就是一个乱伦的故事 乱伦不是 这个在故事里面 不是不道德 而是觉得一种无奈 我没有办法 想象这种无奈 可是在上山 上山爱的小说里面 给男主角 一个很大的启示 就是原来 她老去了 逐渐老去了 可是 她的情人 一代又一代 出现在她的眼前 人会老 可是爱情 永远在存在 若望而实在 若望而实在 不看你的脸 不看你的脸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的眼 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那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你是呢 是水肥不落外人田 为什么呢 哪里都能搭片呢 为什么要从西区 赶回东区 在自己家的马场搭片呢 跟美女在一起是好吗 我跟大家开个玩笑 如果你跟美女结婚了 美女有的时候一个镜头 你会看到一点都不美 什么镜头啊 她搭片不通 她便秘的时候 坐在马桶上面 要搭片 满脸冲红 那个造型好看吗 可是不要忘记 美女也会搭片不通的 杂真的 杂真的 在不浪 plans